另外花莲市为了加强校园周边的安全 特地对花莲市各校周边照明设施做通盘的检讨 目前已经完成了民意国小等校园周边的照明设施 总计装设了18盏灯具 而11号的晚间 市长魏嘉贤特别前往民意国小校园周边进行勘查 确认照明灯具都符合预期的亮度 有鉴于去年长荣大学校园周边发生女学生遭随机掳杀的不幸事件 花莲市为了加强校园周边安全 增设照明路灯 11号晚间 市长魏嘉贤在主任秘书温美华 还有建设科长徐国成陪同之下 前往民意国小正门前勘查照明设施 另外还包括了国风国中及花莲高农校园周边也加强照明设备 总计增设18盏灯具 由现场来看比以往明亮许多也杜绝了治安石脚 那对于学校周边的安全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下课时间都常常都已经是天黑了 那由于有些路段的照亮不足 那花莲市工所在于民意国小 国风国中还有我们花莲农校的周边都有加强相关的一个路灯的部分 那今天我们也来看我们当时候师座的整个路灯的一个完工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周边也明亮了许多 那可以让所有的治安石脚都不会像过去一样是一个昏暗的一个部分 每一个地方都能够非常的明亮 那我们也谢谢相关我们同仁的一个细心去了解 那这些都是花莲市工所的本预算来执行的 那总共也装了18盏的路灯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路灯的安全性 能够保障更多血脂 或者是在人行道行走的路人的安全 那避免掉有一些萧小想要犯罪的一个心态 市长吴嘉贤表示其他各校桌边照明现况会持续评估 如果有需要补强 市工所会向上级政府或民意代表来争取经费 足以增设照明登具 谢谢刘明胜花莲市报道